Moodle裡面你們可以找一下 上個星期的影片這邊其實都有 我習慣會顯示的基本訊息 包含就是上課的內容 會條列一下 比如上個禮拜 主要是講到有關用TEST這個函數 跟LAPT VALUE取得年次 取得年次除了用這三個函數之外 其實也可以用EAR 當然邏輯還有思考方向不一樣 其實你可以用不同的函數 可以解決同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其實解決問題 沒有說只能夠有一個答案 你可以有多個答案 取決於你對於函數手不手 你可以從文字方向去著手 但是最後你還是要轉回來變數字 因為它一定要是一個數字 才能做一些計算 還有就是說群組 因為我們需要幾年級生 需要用數字的概念 所以你如果說用文字的方向去思考的話 變成說你要先把它轉成文字 再取幾個字再轉成數字 那等於要三個方向 OK 那如果你是EAR的話 它取的就是一個數字 不過這個日期其實比較麻煩 它其實基本上就是一個數字 那只是說它這個數字是跟1900年1月1號 相差幾天的意思 所以如果你假設日期 當然還有一個概念 它裡面其實是紀錄有年月日三個訊息 那假如說你要取年的部分你用EAR 那同樣的你如果要取月那就Mence 日的話就Date 所以有EAR、Mence、Date的函數 那未來當然你有時間的話也是這樣 時間其實它有函數叫 Our Minisecond 就是分別你要取什麼樣的訊息 裡面其實都有對應的函數 那當然如果你這些函數都會的話 自然你就可以去取得你需要的資料 OK 這蠻重要的 因為有時候給你的資料不見得說 是你剛好你要做統計分析或做報表 需要的那個欄位 那我前面講過了 如果你要做一些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的話 那你做樞紐分析之前 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說你一定要先知道說 你先確定一件事 到底你的那個資料裡面 有沒有你需要的那個欄位 比如說我要統計分析的是 到底那個會員裡面 那個幾年集生的比較多 幾年集生 關世到一個叫年次 所以我們就是先產生年次這個欄位 然後再把這個資料 再位給這個樞紐分析 它就自動會幫我們把 最後的樞紐分析表 給做出來 然後另外就群組 群組可能要注意一點 我發現同學比較會有問題的 那個資料沒有所謂的正規化 有時候該有的資料沒有 不該有的資料有 比如說像那個欄位名稱 有些同學好像 明明需要欄位名稱 它沒有欄位名稱 那可能會造成樞紐分析表 它沒有辦法幫你產生對的字 另外還有有些同學選錯範圍 比如選到空白的 有空白也沒有辦法做群組 大概會有這些小地方 那其實以西歐就是這樣 你只要動作是做正確的 基本上它還蠻聽話的 就怕說你有些地方 小地方可能沒有特別注意到 那就是一些小細節 如果你這些都避開的話 那我想你應該會跟它 就是相處的還蠻融洽 因為其實我覺得它 這還蠻好用的 如果你會用的話 處理資料起來真的是 可以讓你少花很多力氣 那所以上個星期的第一重點 就是那個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然後第二個就是 那個用開發人員 去錄製那個聚集 然後並且它還可以執行 那執行動作把它變成按鈕 最後加上註解 大概就這幾個動作 所以這些動作 你假設有些地方不順熟悉的話 請你把上個星期的影片 就下方這邊 自己再重新看過 那理論上這個就是 四個影片的清單 你們自己點擊 或者是我習慣是 直接點這個YouTube 讓它跳開來之後 那你可以再去看說 這邊有個清單 然後你就按照你需要看的影片 再去做點選 OK 那大概是這樣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看一下 所以請各位把那個 上星期的這個範例再打開 那特別注意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特別注意 打開之後 上面好像有一個按鈕要啟用 記得那個啟用按鈕 一定要按下去 如果你沒有按下去的話 你將來在執行這個按鈕的時候 會失效 因為我剛剛已經按啟用 我把它先 我重新看一下 我看一下 因為我剛剛按過 它會不會再出現 好像不會出現 那特別注意一下 上面一個啟用一定要按 如果沒有按下去的話 你將來按這個串接 或者按清楚 它不會work 它會跟你講說 那個聚期沒辦法執行 如果有跳出來的訊息 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上星期的那個聚期按鈕 按下去 有沒有 它就執行了 清楚 它這個地方 那另外如果你假設 希望說看那個 上個星期的這兩個聚集的話 那一樣還是先 必須把那個 其他命令 上面鏡頭其他命令裡面的 制定功能區的開發連結要打開 這邊 開發連結才會出現 所以開發連結 因為我們這邊電腦都會還原 所以你可能還要再重新開一下 開啟之後 那這兩個按鈕呢 其實就是放在這個聚集裡面 裡面的清單 OK 那如果你想知道那個程式 一樣 上禮拜點這邊 然後按一下串接 就有個編輯 它會呼叫video base幫你打開 那程式就在這邊 這一段 這一段的話是第一個按鈕 這一段是第二個按鈕 那姿態小的話 工具選項 那撰寫風格 稍微把它放大到14好了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 沒有辦法 這個是第一個按鈕 那它基本結構都長一樣 反正就是放在模組裡面 放在模組裡面的其中一個sub 那就是一個按鈕 那也就是說如果將來 你假設要寫VBA的話 那基本上 VBA部分的話 就是從這邊開始轉寫程式 所以假如說我今天 我不要像上個禮拜 我用錄製的 我要自己開始寫程式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開始 OK 所以如果今天我希望我自己來寫 然後我不是用錄製的 錄製當然方便啦 可是問題是你還要再做那個動作 它幫你錄下來 而且錄的東西 你可能還是看不太懂 所以今天重點就是 我們要開始自己來寫那個VBA程式 那首先當然你要了解 VBA它到底要寫在哪裡 特別重要 如果你要自己寫的話 一 請你開啟VIOBASIC 二的話呢 我是建議你直接在這個 這個專案上方按右鍵 直接找到有個叫插入模組 反正以後程式就寫哪裡 寫在模組裡面就對了 模組裡面寫什麼 寫Sup開頭 然後這個就是按鈕名稱 OK 大概它基本的架構就是這樣 所以假設我希望自己寫 那寫的這個按鈕名稱 我也許我看我直接拿 上星期這邊的這個 這個是 如果我說我今天 類似像寫 這個是寫好的 我這邊demo一下 這兩列會一樣把它刪掉 類似這樣 跟這個 假設我要輸出的話 類似這樣 輸出手機公式 那你會發現 結果會跟上個禮拜的那個 錄製劇也是一樣 但是呢 差別是一個是錄製的 一個是自己寫 那我們如果要自己寫的話 那該怎麼寫 那你會發現 自己寫的結果會有兩種方式 一個是你把這個公式 輸出到這個範圍之內 所以你看到的結果 會是一串的公式 另外一個就是你輸出 像下面這個 按下它 按下它 你會發現 這個按鈕得到的結果 跟上面這個不太一樣 這個的結果 你會發現 它得到的結果 是 最後的手機號碼 而不是一串的公式 所以 待會兒會寫 應該算是三段程式 一段是輸出公式 到這個儲存格 一段的話就是清除 一段是輸出結果 那我們逐一來看 所以 作法這樣 我重來再把它刪掉 那怎麼寫 請你把上個禮拜的 這個 有沒有 綜合練習 瓜糊測試 把它複製一個 工作表在旁邊 複製是拖拉加感受鍵 然後把左鍵放開 再多一個 其實複製工作表 或者你按右鍵也可以 右鍵這邊有一個移動或複製也可以 只是我覺得這個動作比較慢 我覺得按拖拉加感受鍵比較快 然後你把這個名稱改成叫 綜合練習瓜糊VBA好了 這樣 我們就是可以有好幾種 所以前面做的 這個是REPD LEM 然後樞紐分析表 上禮拜的 然後 這個是錄製的 那這個的話就自己寫 那自己寫該怎麼寫 該怎麼去控制 那個Excel裡面的 比如說儲存格 然後可以讓它 輸入它需要的公式 在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話 那應該怎麼操作 那我們待會兒再來看 所以請各位先把這個範例先打開 然後並且先複製一個 工作表 把這個工作表複製過來 大概就先到這裡 並且把那個開發鏈也先打開一下 熟悉一下這個環境